我们来看第二十二题 满足不等式 三分之三加四S 大于四分之四S 减六的解中 最小的整数解为何 有题目意思呢 要来解这个不等式的解中呢 求它最小的整数解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求这个不等式的解 这个不等式呢 它是分子分母形式 所以它的分母三跟四 那么因此呢 我们把它换成没有分式的形式 也就是说呢 同时把它乘上十二 所以第一项把它乘上十二以后 十二跟三约分得到这里是四 因此得到的是四倍的 三加上四S 那么乘上十二大于你 所以这不等式的符号不会变 也就是大于 四再跟十二约分 这里得到呢 是三倍的 四S 减掉六 我们把它乘开来划减 四乘上三得到十二 加上四乘上四得到十六S 那么大于呢 三乘四得到十二S 再减掉三乘六呢 是十八 所以呢把十二S移到左边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得到是四S 那就大于呢 负十八 把这个十二呢移到右边 所以减十二 所以呢这边得到呢 是负三十 那么因此呢我们得到S 把四除过来不等式的符号不会变 所以大于呢 四分之 负三十 那么这个分数呢 分子分母可以同时呢 约分二 所以呢我们就会划减结果 得到呢这个值十负的 二分之十五 那么因为呢 题目要来求这个解里面呢 最小的整数解 所以呢我们在座标平面上 就来画一条呢 数线 我们来看它的解 所以呢关键点 就是呢负的二分之十五 那么它的解呢 是S大于这个点 所谓的大于就表示呢 是空心 那么大于呢就是向右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原来不等式的解 那么要求呢 它的整数解 所以呢负的二分之十五 这个值呢是负七点五 向右边里面呢 我们得到一个数 整数呢是负七 那么接着呢是负六 那么接着呢是负五 如此下去 这些呢都是整数 那这些整数里面呢 最小当然就是负七 这个数值 所以题目呢 要来求最小的整数解 我们计算结果 最小整数呢是负七 选项C呢负七 那么因此呢 选项C就是我们的答案 说病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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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